好 說到天氣就帶大家繼續來關注的是 現在北半球真的是熱浪席捲各地 加州死亡股的最新溫度已經來到56度了 而美國亞利桑那州更是連續17天 飆迫設施43度 北半球熱得跟大烤爐一樣 而加州南部野火也因此不斷的竄燒 加拿大的野火更已經燒掉了2.7個台北市的面積 車輛往前開 但道路兩旁卻有橘紅火光不斷燃燒逼近 引發的白煙還度遮擋前方視線 受極端氣候影響 西班牙加納利群島西北部的拉帕馬島 也爆發嚴重野火 消防員第一時間拉水線灌 只有卻還是趕不上野火蔓延的速度 政府憂心不已 因為大火已摧毀高達4600多公頃的土地面積 就連太空中都看得見野火造成的濃煙 由於該去火事不見緩和 4000多位居民只能緊急撤離 燃燃了很多年 但這個不太強 不太強 很可憐 恐怖 都說此時沒看過如此嚴重的野火 而在加州南部乾燥地帶 也同樣苦惱野火災情 空拍鏡頭一般的天際線 籠罩在煙霧中 經過畫面也像套上橘色濾鏡 充斥跪絕氣氛 燃燃還燃燃 你可看到這在我身邊 這是在Gilman Springs Road 你可看到燃燃燃燃 在這非常乾淨的布 然而是有接連高溫影響 加州的野火短期內恐怕還是滅不了 不只是在西方中的熱 是在全國人 在這熱的影響 我會給你一個照片 這是高壓力 這是熱的 這裡是四角的熱 從那高壓力 西南部成了大火爐 不只拉斯維加斯標出華氏117度 也就是攝氏47度高溫 熱上加熱的還有這個地方 加州死亡谷的溫度計 出現攝氏56度C 現場遊客爭相打卡拍照 留下歷史鏡頭 它超級熱 我會用一個 濃烈 超級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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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管理員證實 死亡谷的氣溫一年比一年熱 恐怕是一大警訓 死亡谷的氣溫一定會更暖 每年都會更暖 我們一直都會破壞 熱的記錄 實際上 7個最暖的氣溫 最暖的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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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也提醒 極端高溫下一些遊樂設施 成了危險地帶 許多設施 因為被曬到發燙 已經有多起小孩 碰觸不慎燙傷的案例發生 亞利桑那州連續17天飆破43度高溫 陸地再發燒 海水溫度也再往上爬 這裡在北方的四個星期 95до coaches 96度 我們要談論大喬 水溫度會 就像沙灰水 整個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一帶 海水水溫超出平均值 科學家擔心這樣的現象 將進一步圍擊海底珊瑚礁 麦阿米科学家只能尝试研究珊瑚礁基因改造 希望培育出较能抵抗高水温的品种 多少维持住海洋生态 地球气温变化前一发动全身 加拿大野火至今已烧掉2.7个台湾的大小 还传出年仅19岁的女消防员不幸殉职 这也是加拿大卑诗省2015年来第一起消防员死亡案件 当局坦言灭火人力不足 希望再加派上千名消防员到前线救灾 这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野火还有暴雨 来看南韩因为连日暴雨造成的重大灾情 中青北道一处地下道因为河水暴涨 短短一分钟之内地下道被大水淹没 包含一辆公车在内十多台车惨遭灭顶 至少13人死亡 而日本最近也是暴雨不断 专家指出受到了东亚梅雨封面的影响 加上今年海温升高 这种急降雨不断的出现 行车记录器拍下着害人一幕 水来得又快又急 淹到小客车的轮胎高度 接着瞬间涌入地下道 车辆根本无法逃 直接被灭底 从满是淤泥的地下道 抬出罹难者 南韩消防队员出动抽水设备 终于把地下道内的公车拖出来 暴雨灌入地下道 淹没公车 小客车 亮澄严重灾情 失踪者家属还在盼望 有奇迹 不过一旁的家属听到二号 哭倒在地 痛批 南韩政府救灾速度实在太慢了 刚从乌克兰返国的南韩总统尹齐悦 立刻作证 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针对连日不断的大雨 在全国各地灾情连连 专家点出 这次南韩的中心北道 地下道淹水 除了是天灾 更是人为灾祸 因为早在豪雨来袭前 气象局就已经不断警告 需要做好准备 当地政府因为要盖桥 所以把提防消滴 加上没有管制 地下道封闭 导致悲剧发生 现在搜索工作还在持续 临近的日本也暴雨不断 日本包括富山县 秋田县都降下 破季路大雨 然而观察日韩 明明没有台风 为何暴雨平传 主要是受到东亚 梅雨封面影响 过去在上个礼拜 其实韩国刚好有一个 滋留封面 所以在整个 不只是韩国 包含到日本 甚至到中国的东北 都受到同样的 梅雨封面的影响 所谓梅雨封面 就是北方冷气团 跟南方暖气团势力 相当时 在中间形成的气流 由于今年海水温度特别高 更容易出现极端 短延迟的强降雨 但是台湾会不会面临 类似气候冲击 虽然是梅雨封面 但是它梅雨封面 它增加的强度 就比平均的 正常的梅雨封面 还来的强一些些 那恐怕呢 我们等于是活在一个临界点 那未来呢 就是观察说 我们的台风的影响 今年暑假 台湾还要特别小心 台风威胁 然而亚洲暴雨下不停 南欧地区则迎来 不断破纪录的高温 意大利海滩 躺满了想避暑的民众 当局警告 下星期恐怕气温 会达到摄氏48度 专家点出气温不断上升 热衰竭重暑情形将更常见 应对今年发烧地球 已经是全球共同课题 TVBS新闻众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新闻网站